欢迎收看1月27日的诗说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大约两个月前 诗说新闻团队曾经报道过 洛杉矶地铁的乱象频发 这里上演过活春宫 有可怕的打架斗殴 还有人随地大小便 那么同为公共交通系统的洛杉矶巴士 情况会好一些吗 今天的诗说新闻 我们走访巴士 听听华人乘客都有哪些奇葩的经历 与洛杉矶地铁一样 在网络上有许多有关 洛杉矶巴士乱象的视频和贴文 2023年1月9日 有两名女性在巴士上发生激烈争吵 场面十分火爆 如果说吵架还不算太出格 有民众还录到两名非裔女子 不顾另一名白人乘客的劝架 一言不合直接上演全武行 吓得附近乘客赶紧避让 除了打架 洛杉矶巴士也与地铁一样 有乘客随地大小便行为 2023年1月20日 有民众拍到疑似游民在巴士上大便 该民众写道 在G线的巴士上 看到游民在座位上大号 不断有令人作呕的气味传出 更有亚裔民众指出 曾在公车上遭非裔乘客的谩骂 其中还含有歧视词汇 这名亚裔民众写道 该女士还视同用胡椒喷雾 攻击我和我妈妈 不过该亚裔乘客没有写清楚 双方为何发生冲突 洛杉矶的巴士真的那么恐怖吗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 视书新闻团队决定坐一趟巴士 并与上面的乘客聊一聊 1月26日上午 我们就近来到了蒙特利公园市 70路Metro Bus车站 在这里等的不到5分钟 巴士就来了 上午11时 车上的乘客不算少 但也不多 位置没有坐满一半 车厢内还算整洁 可能因为在蒙特利公园市 亚裔和西裔的面孔居多 单次乘坐 每人票价1.5元 可以购买巴士卡 刷卡上车 还可以用现金 记者两人上车 支付现金 但只有一张5元面值的钱 本想就算了 多花两元钱 但没想到司机看到我们没有零钱 竟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巴士卡 称可以直接卖给我们 看来司机经验丰富 对此种情况早有准备 让人感觉司机清明 服务又周到 在蒙特利公园市 巴士是不少华裔年长者出行的主要工具 在乘坐过程中 我们看到很多华人长者上上下下 车上一位华裔大爷介绍说 我来美国40年了 自己也有车 不过为了省油钱 他选择乘坐巴士 他就住在蒙特利公园市 当天搭乘巴士 买了花 正在回家的路上 在被问及公交车上是否安全时 大爷表示 在这片区域还算安全 但是告诫我们不要去不安全的区域 或者偏远的区域坐巴士 不要带任何首饰 不要拿着手机 以免引起他人抢劫的代役 此外最好在白天乘坐巴士 晚上就不要坐了 他还说 经常能遇见精神有问题的乘客 但还没遇到打架事件 因多次乘客闹事丑闻的洛杉矶公车 在乘客多次投诉中 2022年决定大刀阔斧 彻底改革 运营方决定于清洁度 硬件设备增设人员上 彻底翻新改造 光是2002年的公安措施经费 就增加了约12.5% 2023财年用于投入提高乘车体验的经费 就高达88亿元 预计将增加多名站内的管理人员 清洁人员 增设警方紧急联络亭等 其他方面还包括在人员的培训中 增设危机应对辅导课程 以确保每位站内的工作人员 遇上精神障碍乘客或流浪汉时 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应对行为 车辆中所有的座椅也以皮革替换部座椅 对于公车上频频出现的意外事故 以及游民寄居情况 让捷御运营方下定决心大改革 希望民众可以在未来搭乘时 可以更加的安心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是否也遭遇过奇葩的事件经历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事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